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刘烨还诺依写的股诗,却被网友发现好多错别字,诺依也太棒了。 不停说的一口刘烨的法文,居然连股诗都能漂亮地写下来。 刘烨说诺依的喊下作业里,又一项就是要学习一首古诗,浪读并且写下来,所以他给诺依选了游子吟,诺依完成得非常好,而且也完整地写了下来,每个字都规规矩矩地写在了方格里,字体文艺。 但是呢,刘烨是个小父亲,没来得及揪着诺依的文字,就拍照给放了出来,吃瓜群中一看,好多错别字,显示命给写错了,错在哪里呢? 是在宝盖头的下面少下了一撇,乍一看以为是没有问题的,然后刘烨仔细看了,确实是语文老师不能忍。 刘烨说,把诺依把这个字抄三十遍,自己呢,喝三杯,但是呢,正还没完,吃瓜群中开始了大照茶模式,等等。 刘烨,诺依的报字,也写错了,我看了一眼,好像没有错,结果,语文老师上线,你再好好看,右边第一笔字数,他多了一个勾,好好好,继续发,继续喝,然后吃瓜群中继续找茶,还有呢,第一排的线字也写错了,右边应该是两横的呢,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严格。 吃瓜群中说,以为都把作业晒出来,让我们来检查,哈哈哈哈,但是话说回来,刘烨说实,是心大,明显的两个错误,都没有检查出来,怎么辅导的功课,书上对着检查一下,也不至于这样啊。 但是呢,其实刘烨经常也是写错字,这是刘烨的莫保,注意看祝大家520快乐的快字,简直就是在论行。 然后呢,自己写的卡片也是潦草潦草,养成类的类字都要想半天,而且感觉几个字都是蒙混过去的。 诺依虽然有写错字,但是别人态度端正啊,你看诺依写的那几个毛笔字,真的就是同龄人的楷模。 再看看你刘烨呢,除了也只是一家四口罪手以外,自也是自如其人啊。 刘烨现在等到诺依上学了,也喜欢写这种照片,就说自己在辅导作业什么的,诺依很认真,然后带着两个娃娃去绘画,做一些课外的活动。 当然这是好的现象,有父亲来陪爸和教导,但是我还是想封唇,刘烨还是先要自己备课,别以玩一年级的作业,你就没问题,你还在媳妇面前大放诀词的,要教你那些木兰词。 我觉得吧,自己先眉着眼睛被一遍的睡。